词前就给你讲到 这是法藏菩萨已经开始什么 开始已经懂得到了以后 他已经他在意识自在王如来所 就是他已经念念之间 念念之间不违背心中的 这种的根本的宗旨 所以叫做意识自在王如来所 那念念之间就在识自在王如来 识自在王如来就是他心中 根本的大觉的绝招 就在如是这个氛围之中 绝无露失叫做如如是所 所以你看到那个心气的 根本的建立巩固 就在如是的心中的气氛里面 就在如是心中的赞扬之处 他能够启臣赞 启臣种种赞颂 那那个时候 你感觉到世间的象中 那当然就是像文字这样的赞颂 可你仔细思维心体 那就是内心之中那种念念之间的趁阳现前 那有点像佛经中 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论 叫显阳正教 它是显阳 你真能够看到显阳像 在内心之中能够发现 能够仰起一切善恋 那个善恋从哪来 那个善恋不离你现在 念念之间所归往的 那个去向的所有的一切目标 所以那叫圣像 那叫如来 但也绝对不是你现在形成念念之中 弃弱的诚意跟发现 所以有那个如来才有那个弃弱 有这个弃弱才看到那个如来 所以在如来叫世自在亡 在弃弱就叫法杖 世自在亡就在一切法中 你已经懂得为自己建立 现在内心中的积聚 那叫法杖 那为什么样积聚呢 就在一切起行动力里面 你都能够回头去观 那就是根本你的大觉心体的 根本的本来的面目 根本来的本来的宝藏 起行动力现前都是种种力 行动力爱乐其实都是种种力 你站在外道 站在一般的这个民间思想 站在一般老百姓思想 那种种力量就是过去的 种种业感负担 那就是根本众生心性的流转 所以你想要不被念头流转 你只能避开念头 再寻找一个心中的亲近 或者是再说进种种世间的语言 说放下放下 然后用近现在的心中的力量 憋住心气 然后老是直接在自己 那个意识里面在幻想有一个 好像我有一个能力 真的好像就能够超越他那感觉 那这样的所有的一切作为 在佛门中看都是什么 都叫做外道 都叫做可怜民者 因为在一切念头当下 就算你在那边觉得 还在憋住心力 然后一直觉得好像有离开 种种过去 烦恼那种感觉 感受当下 依照佛门弟子来看 那还是什么 那还是念念之间 就在念头之上流转而已 还是在受念头的势力 所以就好像我常常讲 那个镜子的评语 镜子一定照色 可是照色之时你就忘了镜体 因为忘了镜体 所以一切色清黄赤白 就有种种的种种幻象 就有种种的幻力 起成幻觉 起成种种视力 你躲在色中起成的幻觉 跟视力里面 你突然想要说 你要离开那个视力 你只能闭上眼睛 你只能做到闭上眼睛 不敢看色 因为你闭上眼睛 把耳朵蒙起来 不敢看色 不敢接受它 你以为你已经什么 你已经跳脱了它的束缚 其实那就是可怜相而已 佛门中的真正的修行 当下就是什么 你直接知道那是镜子就好了 根本不要离开色 只要你知道是镜子 色依旧在 黑来照黑 白来照白 你是站在镜子上看它 它还是过去的种种束缚像吗 你站在镜体上看一切 镜色还会起成种种幻觉吗 决心也是如此 你在一切感觉那是随缘线的 喜怒哀乐都是随缘的 假如你是随缘线的感觉 那感觉灭时你的心也应该灭 可是事实上不然 喜怒哀乐你都能知道 随时它就能够再变化 这是喜来之喜怒来之怒啊 你仔细思维那能感觉的 一定不是喜怒哀乐 所感觉的是喜怒哀乐 它是变化的 能感觉的一定超越喜怒哀乐 是一般凡夫只是坐在所感觉上 一直在那边望生望死望之为我 行者就是什么 在一切过去所感觉上 你体会的就是能感觉的情景 你能够明白能感觉的情景 在佛门之中都还不叫做道家 还不叫道家之说 只是在现前应用之中 一定有能所嘛 有个能觉的心 你要是真正站在能感觉的心 看一尽一切所感觉 所感觉之中 从此以后什么 就不再为忘 就不再为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